北京环球对驾区即将开源 作为交通配套工程 暂缓开通一年半之久的地铁环球对驾区站也将正式营业 7月26号,接着来到地铁站实际探访 地铁环球对驾区站是一座换乘车站 连接了7号线和8通线,总面积约48000平米 车站装修设计以梦幻为主题 从站外看,流动起伏的屋檐仿佛山脉绵延开来 从站内看,白色屋顶和装饰带给游客更多的未来感 环球对驾区开源之后,预计将会迎来大客流 为此,车站设置了82道闸机,6个出入口 其中5个出入口位于北侧,面向环球对驾区,出入最为方便 从咱们地铁站出口,然后首先经过它的安检 然后侧温经过城市大道,大概步行7、8分钟左右的样子 然后到达园区的入口处 站台空间也进一步透宽 刘罗莎介绍,一般的地铁站台只有12米宽 而环球对驾区站的宽度则达到了16米 多出来的4米可容纳更多乘客排队候车 车站开通之前,地铁方面多次与环球对驾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对接 建立联系机制 同时,车站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演练活动 目前,地铁环球对驾区站已具备使用条件 战区现在所有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 设备设施已经全部调试完毕 然后具备了一个使用的条件 前期这个车站已经做了两次的保洁 预计后期在前期开通的时候再次做一次深度保洁 环球度假区战区为这个环球度假区站开通 已经做好了这个良好的运营准备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